目前桃園有11家责任医院 可以收治这个确诊或隔离的病患 那以确诊病患来讲 那么全国有800多位 那么桃園累计收治了223位 那占全国的比例是25.7 也就是全国的四分之一的确诊案例 都是由桃園的11家医院来负责照顾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医护同仁 防疫同仁在第一线所承担的压力跟风险 我们要给他们温暖而坚定的支持 那另外布桃更是防疫的重症 它收治的占了一半 那桃園的半数都送在布桃 那特别从国境进来之后 那么只要是这个集中检疫所 那么检疫出来的 几乎都是送布桃 布桃是收治了确诊的病患有114位 那其他疑似病患 或者隔离病患那更多 也就是说布桃占了这个全桃園的一半 那我觉得布桃的压力这么大 负担这么重 那我们也要给他们坚定的支持 那我们是国家的第一线 防疫的第一线 我们会承担起这个责任 那也会尽全力不露接每颗球 不形成任何防疫的破口 我想每个人在岗位上都要努力 毕竟防疫战争需要更大的力量来投入 所以桃園虽然负担比较重 我们愿意尽全力把这个防线收好 为了确保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那昨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那么已经启动了 这个住院病患的回溯计划 那从1月6号开始 那在布桃住院或者转院 包括病患跟陪病的家属 那么都必须要这个回溯确定 那么进行居家隔离14天 那昨天晚上我们的同仁 已经连夜加班 所以昨天卫生局是灯火通明 我们预定要把超过1100位 这些回溯计划匡列的这个人员 那一律要完成居家隔离 我想这工作是比较重的 那我们会很快的把它都完成 请不吝点赞订阅